最新消息先提供给您台中监狱外溢间 现在传出了这名26岁的张姓受刑人 他返家探亲之后居然余驾未归 台中监狱紧急通报辖区警方来协巡 并且发布了通气 公开他的正面照 而这也是台中今年第二期的脱逃事件 这名受刑人叫做江建立 他拥有这个细眉小眼下巴是微微的前景 在2019年的时候 他涉嫌轻占贷款39万 获得法官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 而在3号当天 他依照规定返家探亲 原本预定今天下午一点可以返回监狱 姐姐也载着弟弟到了监狱门口 不过嫌犯居然没有进去监狱 反而是逃跑了 目前还不知取向 而预方夜经向警方来报案 检方也发布了通气 而这也是台中今年第二期 受刑人瑜伽未归的案例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